今天外面又是一个下雨天 所以在屋里面打光来录的 应该还可以吧 今天的视频呢 是最近大家呼声非常高的卫衣合集 卫衣经本经 今天准备了15件卫衣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就赶紧开始 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这件卫衣是设计比较特别的一款 马球衫的版型搭配衣脸 下面则是紫色以及墨绿色的 宽调纹拼色设计 颜色搭配十分的亮眼 袖口翻上去是和衣脸同样的材质 摸起来像是皮质的手感 但有点接近滑雪服的材质 另一个亮点呢 则是胸前的夹口带剪裁 很新奇的一个设计 这件不管是单穿 还是扎进牛仔裤里面 都非常的好看 Anderson Bell的卫衣 每年秋冬都会入手 这件呢是今年秋冬的新款 胸前一个新的logo设计 像是首绘风的一个字母A 好看的颜色太多 但最后呢还是选择了这款鹅黄色 饱和度比较低的黄色 无论黄皮白皮女生都可以驾驭 而且是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佳容的面料非常的厚实 在秋冬保暖性很强 但是版型并不会显臃整 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 因为卫衣本身就是 布条身材比较遮肉的单品 如果版型显臃整 就不是我们预期的效果了 这件橘色的卫衣则是 Anderson Bell前年的款式 同样也是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卫衣呢一般我都会买 比较宽松的尺码 这样我和哈利就可以一起资源共享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记不记得夏天的时候 我和哈利录了一只男朋友 帮我搭配衣服 当时他在Cost给我挑了 两件蓝色的单品 没有想到真的是 今年秋冬的一个流行色 这件卫衣同样是 稍微亮一点的天蓝色 其实是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穿上会有很惊艳的效果 很多品牌今年秋冬 都陆续出了这个颜色的单品 天冷一点的话 就可以在这一件的里面 搭配白色的高领内搭衫 把领口露出来做一个拼色 也很好看 这件黑色加绒 字母为一也是来自一个 性价比很高的 韩国小众设计师品牌 亮点则是在最下摆处 以及袖口处 做了一个深蓝色的拼接设计 黑色就是比较经典基础 不容易出错的颜色 这件棕色唯一是我去年最爱的一件 前面的图案像是一串电话号码 图案的颜色是很好看的冰蓝色 里面的加绒层也是非常的柔软轻敷 这款唯一是上一次 录空瓶季视频穿的那一件 后来发现大家的关注点 都不在空瓶 而在这件唯一上 很多同学留言说 是很沉肤色的一件 这一件的款式 其实就是很基础的连帽衫 我同样是买大了一码 这样就可以轻松打造 下半身消失的即时感 我自己还挺喜欢这种风格的 灰色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搭配的基础色 可以在外面搭配牛仔衣啊 或者鸵色风衣 Ada Arrow这件唯一 是我去年非常珍爱的一件 因为去年紫色还没有流行起来 所以紫色V1的款式并没有很多 当时买到它之后特别的精细 这件应该是所有V1里面 版型最宽松的 即使是哈里穿上这一件 也是很oversize的感觉 不过我自己还蛮喜欢 这一种效果的 黑色佳容的纯色V1 是我在ASOS入手的 价格特别的便宜 它应该算是我衣橱中 搭配功能最强的一件 即使是在很多欧美季派中 也可以经常看到 利用纯色V1来做的时尚搭配 无论是牛仔衣 西服 风衣 都可以穿出不同的感觉 上支视频中有跟大家分享 这一件白色基础款的 纯色V1 也同样是衣橱中搭配型的款式 它是我唯一一件 太空棉材质的单品 优点就是穿起来 既轻便又保暖 同样也是利用率非常高的一件 我衣橱中修身款的卫衣其实并不多 所以一定会选择最百搭的黑色 这件就是一个小短款修身版型的卫衣 可以轻松把它扎进裤子里面 打造多种风格 Acony Studios这件紫色 我唯一之前已经跟大家具体介绍过了 这件跟Aliar Ario的颜色其实不同 它是一个比较深沉的紫色 会更暗一点 而且这一件呢 本身就是oversize的版型 所以不需要在外买大一码 里面有一层薄薄的佳容 算是中短厚度的一件卫衣 前面的logo设计低调 并且很有特点 像是抹去了中间的一部分 这件除了紫色 还有草绿色和黑色 同样可以选择 这件Acony的笑脸卫衣 算是比较鼻祖级的经典款了 大概是在前年入手的 但是并没有过时的迹象 反而每年都在出新的配色 像今年我觉得薄荷绿亚 薰衣草紫色的笑脸卫衣 都很好看 所以我觉得是很耐穿 可以在衣橱中久留的卫衣款式 这件的面料非常的柔软 包括袖口处的材质都很不一样 虽然也是白色基础款卫衣 但这件去年买的COS 不管在材质 版型设计上都很与众不同 它没有卫衣前面的两条抽绳带 直接是一个连帽的设计 颜色也是暖色调的奶白色 本来以为今年COS 还会出类似的款式 但是并没有 所以这件呢 就成为了我心中仅此一件的款式 因为这件佳容卫衣上有一些绿色的字母和线条点缀 所以呢搭配了一条绿色系的碎花裙 然后绣线缝的卫衣穿出了另外一种感觉 如果您的签字请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有很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